大家缺了一下 因为军方这边会帮我们进去 F16战机残骸四散 遍布五分山登山步道的2.9匹 搜救队连同国军特战队122人混合编组 时事隔天的清晨5点半 就在战机撞击点周围100公尺内开挖 针对残骸 遗体以及黑盒子等三大重点来搜索 下午传来好消息 新北特授队在撞击点南面120米深的溪谷中 找到了黑盒子 经过电池序号确认 就是吴燕廷飞官所驾驶的编号6685F16战机所装载 我们特授同轮特别把这个照片送到上方来 由军方飞安会的专家来做确认 经过序号的比对确实是黑盒子的一个本体 把画面切到空中了看 五分山失事的第一撞击点 大约有10米大的空地 几乎光秃秃一片 植被有被燃烧过的痕迹 战机疑似高速撞击后埋入土内 而搜索队总共兵分六路搜索 在撞击点的北面人线下 分别找到的机壳碎片 碳线板碎片 发动机 还有电路板 而在东侧则找到 罹难飞官穿着的内裤 还有破碎遗体 脏器 鸡皮摸等 在南面除了最新找到的黑盒子的电子零件外 还有找到弹药散落物 国郡特政弟兄以土丘小心挖掘 生怕一不小心发生二次意外 随旧找到失事的F16黑盒子 搜集在五日将初步告一段落 接下来军方专家将分析飞航记录器中的数据 厘清飞官吴彦廷驾驶F16失事的确切原因 一期台队新闻云 陈家豪 陈锋德 新北 再发报导